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费城单发 国民无法 进行了115场例行比赛 同样隶属于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国家联会东区小组的费城人队 目前战绩是63胜52败 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民队 成绩单为50胜65败 8月9日晚间在宾州费城 现年31岁的全明星又投手罗伦佐 Michael Clifton Lawrence 代表费城费城人队先发 以124球数投满9局 面对打者31次 送出5次三阵和4次四怀球保送 成为球队历史中第14位创写单场没有安打记录的先发投手 在费城人队的作战历史中 这是第13次由一位投手独立完成无安打比赛 在大联盟这个球季的赛事中 费城人队是第四支演出无安打局面的球队 罗伦佐身高63寸 在南加州洛杉矶都会地区出生 是富勒顿加州大学校友 又投又拿 2015年4月29日代表新鲜娜比红人队与大联盟亮相 罗伦佐在这个球季已经有20场先发 拿下7胜7败 上个球季先发18次取得8胜6步成绩 9日的夜战只进行2小时9分钟 成为罗伦佐职棒生涯首次完全比赛 他的防御率3.23 主投122.2局送出93次三阵32次四坏球保送 责任丢到44分 费城人队最近一次完全比赛的演出 是于2022年8月25日夜间 在主场迎战新鲜辣体红人队 由右投手诺拉 Aaron Micronola登板以4比0胜出时 费城人队最近一次演出无安打比赛 是由左投手汉莫斯 Colbert Michael Hamels于2015年7月25日午后 在伊利诺州芝加哥客场抗小型队时创写 国民队于2005年确立主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客居之后 至今是第一次遭逢在三场比赛 连一支安打都无法获得的迥径 费城人队全场击出三支全雷达 其中担任第四棒的右外野手卡斯克兰诺斯 Nikolas Alexander Castellano 在第一局下和第三局下分别挥出全雷达 第十二次成就个人职棒生涯单多轰记录 也是生涯第199次和200次打出全雷达 彭广阳 2023年8月11日